前民进党立委于天女婿陈建 因为涉嫌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头 遭到逮捕 原本于天要把孙子孙女带回家照顾 却一度传出小朋友失联 找不到人 嫁得他赶紧请新北社福人员帮忙寻找 我们社会局社工昨天以先视讯 以家属和小孩子对谈 了解目前小孩子是安全的 后续家属同意的话 我们社工会再前往狂逝 好在经过社福中心和警方的努力协讯 于天的两位外孙已经安全在家 4号也在亲人同意下 被送到于天家中和于天离亚平见面 虽然于家战时扫除阴霾 沉浸在团聚的幸福氛围 不过于天女婿被警方逮捕时 竟然出示于天办公室的特著名片 被认为这个动作大有问题 他当然代表我是民进党大立委 于天的人 他当然是要跟警察表示这个意思 台湾很多人认为说我跟民进党有关系 是可以在司法上或者在警察的取缔上 我们可以获得一点厚免 他平常是不是有用这张名片 在外面招摇状片 那请问一下他在进行这些动作的时候 于天办公室都不知情吗 我们如果要这样去查徐晓鑫的话 是不是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调查一下 于天大哥到底有没有涉案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以照公信 于天女婿涉及诈骗 不只让女婿对诈骗的处理标准 备受质疑 特地表明特著身份 以让原本的诈骗案件 增添了许多整治联想 就这样我是陈寅珍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